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本周是逢美国国庆日,大大小小庆祝活动不断,但近来致力于管控仇恨言论的脸书,竟将美国极为重要的独立宣言视为仇恨言论,将其删除。 综合外媒报道,位于德州立百匹的地方报指,为了庆祝7月4日美国国庆日,以分段的方式将独立宣言PO上脸书,其中一个段落写道,它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,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,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追撞的居民,而众所周知,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,一律格杀勿论的。 遭脸书输为仇恨言论删除,脸书发言人表示,将独立宣言删除是一项错误,认为应该是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一词抵触脸书的审查机制,脸书也在发现错误后第一时间恢复该则贴文,并向该份报纸道歉。 脸书强调,他们每周必须处理数百万则贴文,难免会有出错的时候。